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胸陈学敬陈老师 虽然今天指数在创新高 不过在市场居高思维之下 尾盘却是震荡的一个走地的下来 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震荡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是不是又充满着非常的一个担心跟害怕 其实这个行情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根本不必担心不必怕 去坚振荡金金涨的一个格局啊 不要怕拉回 有拉回就有低借上车的机会 大胸再次的一个强调 台股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就如同我在去年底 随着一个指数一万两千六百二十九点 触底反弹上涨以来的过程中 大师兄就一再的告诉大家 我说今年行情将到吃甘蔗一样 一定会跌破很多专家的眼睛 各位可以拭目以待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啊 其实原因很简单啦 那maybe短线啊 可能来到的一个万七关情 会做一下震荡 我想这个都很正常 因为来到的一个前高嘛 前波的一个紧接压力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四点 包括前波的高点一万六千八百一十一点 那么今天最高来到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点 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过与不过短线会做一下这个震荡 但是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却又是各位的好机会 为什么是各位的好机会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 除了美国的一个暴力的一个升息的一个风险 那最大的一个风险呢 也都已经解除了之后 那么再来就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啊 不论是在整个面板中端的一个产品 有达群创啊 这些的一个的一个面板 随着面板的一个报价上涨 的一个上涨 回到的一个现金的一个成本的一个位置去之上 那么也纷纷烧来的一个好消息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PA的一个品牌厂 的一个宏基啊 华硕啊 也都怎么样也都定调今年的手机 是全年营运的国底 也代表什么 代表整体的一个状态 就如同大雄跟他说的最坏状况已经过去了嘛 那你可以看到嘛 尤其这一次的一个深层式的一个AI 迎来的一个PC的一个换机潮啊 这个未来充满着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为什么充满着非常大的商机 各位亲爱投资朋友你要知道啊 在整个这个Trader GDP引爆的一个 的一个AI的一个浪潮啊 那么整个的一个深层式AI 它会落实应用在整个生产力上 所以包括的一个宏基的一个执行长 或者是包括的一个华硕共同执行长也都认为啊 整个PC啊在整个的一个数位的一个生活形态下 以被视为重要工具成为刚性的一个需求 也就是说啊随着一个深层式的一个AI的一个浪潮啊 那么未来很多的一个AI的一个伺服器啊必须要大升级 包括的一个PC也都怎么样啊也会进入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啊的一个啊的一个 这个产业的一个匹基台来啊你可以看到啊再加上的一个苹果新机啊啊的一个拉货的一个启动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啊甚至在整个的一个资金面上啊啊包括的一个第三季啊那又有的一个超过两兆的一个股息的活水即将入障啊啊啊 那么资金的活水也会啊再持续的一个推升的一个啊的一个行情持续的一个往上啊 那么甚至再到的一个这样啊再到整个的一个啊的一个啊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基金啊啊啊 那包括的一个劳退啊包括的一个啊的一个退伍基金啊也高达千亿元的资金啊在第三季随时准备一个进场啊 那还有包括的一个外资啊啊业内法人啊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资金源源不绝之下我可以看我可以告诉大家啦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啊啊你不要怕说这一波行情会有多大拉费的空间啊啊这一波行情一定是要一路缓步的一个震荡进进涨涨到下池里啊为什么啊我们再来看一张图表啊那我想你就可以知道大胸在表达什么你可以看到我把过去啊那这是加全指数月圈 我把过去再从6月5号啊那6月5号今天最高是来到16781点那你可以看到从过去啊的一个历龄来的一个状况来看啊每一次这个拉回都会造就一波的一个让啊的一个大多多行情 每一次拉回都会造就一波的一个大多多行情 而且啊每一次的一个大多行情啊少则最少有21个月啊 甚至什么甚至高达的一个让啊最长还高达的一个40个月啊 而且他只要拉回的一个整理的一个时间啊越久 那么啊未来的一个让啊的一个大多头的一个行情也会越大啊所以这一次修正了一个10个月之后啊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到这个月是进入第8个月啊过去最少还有21个月啊啊那如果说过去你可以看到啊有在在20啊11年修正了一个让啊这个11个月啊然后迎来的一个40个月的一个大行情 那这一次进入的一个8个月那你想想看后面会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少则一年两年可能都跑不掉啊 况且大家不要忘记了连线啊后天即将扣底啊16,070点以下相对低档位置区啊后天要加速往下扣底啊也代表说后天开始整个的一个连线正式的一个翻扬向上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每一次连线翻扬向上的话通常都有一年半到两年多的一个大 的一个大多头的行情 所以后天连线才正式要翻扬向上那我问各位啊很多人让我说哇这波涨了四千多点好多好多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切才刚刚开始啊一切才刚刚开始有拉回就是就有低阶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这个我不是现在才告诉大家我从12,629.7张以来我带着我的一个家族成员权利的一个做多以来 我相信我们是市场少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赢家 那么再来啊在加减指数震荡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到啊 其实OTC的贵买指数啊啊今天再创一年又两个多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也就是说在这段一个时间啊加减指数可能啊来到的一个万纪的关键会做一下震荡 但是这个时候反而很多的一个中小型股啊会一档接着一档啊 在一个持续的一个轮动的一个黄标的一个大涨上来啊 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包括的一个工具机的一个恩德恩德也也接到的一个包括打入的一个航太啊 或是协议机啊这些打入航太电动车的一个领域啊 所以这些股票第七七股股票开始接放的一个的啊的一个标涨点啊 包括这个奇洋还有广运广运也是我们家的一个股票啊 因为他们也跟公园院吸手啊切入了一个啊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散热的一个模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 啊可以解决未来AI这个伺服器啊啊的一个高渗热啊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解热的一个问题嘛 啊然后一家是什么啊车用的一个这样啊打入的一个车用的一个啊的一个软板啊 那谁的一个车用软板啊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攀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哎一家哎整理过后哇连标两根的一个掌停板啊 啊兴趣科啊他是啊主要从事的一个车载的一个镜头 包括这一次的一个苹果要发展啊又要可能啊 这一次的一个WWDC啊要发布的一个啊的一个整个的一个MR的一个投载式的装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有些的一个光学镜头哇也开始怎么样也开始的一个大涨上来啊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板卡厂的一个啊的一个印太啊打入的一个充电桩的一个系统你可以看到马上就飙涨停啊 那么彩晶啊因为社会整个的一个车用的一个面板啊的一个拉货的取动 所以你看彩晶也是怎样同步的一个飙涨停板上来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那个友达群创啊就连面板双吾友达的一个群创啊 报价回到现金的成本之上啊股价也开始巧巧的一个的一个大涨上来啊群创也是一样啊 哦那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个这样好运年花我就说这一档要让大家好运年花啊 你看礼拜五不要涨停今天再不要涨停礼拜四下沙谁敢买 都有讯息为证啦礼拜四下沙谁敢买 只要你懂得做把握 到今天几天三天十天啊三天时间啊 而且今天手单量还高达六万多张啊 三天时间价差超过24% 超过24%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迹象 哦你上礼拜 你有打电话进来或是有填写表单在群组填写表单的投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 你可以看到大学兄送给大家的一个好球带 第二波主力标股完全攻略 广运今天早上都还有低点让你买 你今天懂得做把握马上怎样开心算涨停 那如果说广运你错过了没有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那么第二档第三档啊 哦那第二档绝版三四筹第三档啊 哦那这档的一个股票也是一样啊 技高一筹星星点灯啊 这些的一个股票 一切才刚刚开始啊 哦所以广运错过了 哦那么下一档的一个广运 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来 再通电话物比赶紧拨通 好球带 哦很多的一个人准备进入好球带的一个股票 哦第二波主力的一个标股完全的一个攻略 今天持续啊限量开放索取 哦已经拿到的一个投资朋友 真的是恭喜大家啦 我就告诉大家求来就打吧 哦看准就输手 哦你可以看到 求来就打你也可以跟着一起赚 广运连标的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哦如果说你错过了 那你想要啊 在把握下一档的一个这样啊 六月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主力标股的投资朋友 哦广运第二 那今天持续啊限量开放索取 哦怎么样来做索取的动作很简单 哦第一个就是谁啊 哦不打这个电话进来 哦或是啊直接啊 你直接在线上啊啊那你加入我们的一个成为我们好朋友直接线上啊登记索取啊我们线上所有旅专啊都会怎么样啊竟很快的啊跟你来做联络啊那如果说你认同大胸啊的一个操作理念啊选股功力啊啊以及分析啊啊也欢迎各位举手之劳啊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啊那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标签啊 影片啊如果你有不同意见或想知道的一个更多的话啊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板啊你把它啊留言写清楚让大师兄知道你你在想什么啊啊如果你认为啊大胸的一个操作啊大胸选股功力真的对你有帮助啊也欢迎各位啊不立顺你在下面留言啊啊你就按个赞啊加一按个赞啊让大胸可以知道啊所以其实 这个行情啊其实啊选股很简单啊因为啊区间震荡经济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哦那大胸看到很多的一个股票已经压不住了所以现在的一个指数已经不是重点了指数就反复震荡经济涨哦哦没必你今天看到指数跌下来但是还是有很多股票会涨上来哦很多的一个低气息的一个转积股会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让轮动的一个大涨上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让我们的一个机会嘛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选股很简单啊哦第一个除了对于一些涨高股哦之前已经高的一个涨高股哦那这些的一个股票大胸就不建议大家哦过度去做追价哦因为很多的一个股票它涨高了你这个时候你看到涨你去做追价的话你的一个风险也会跟着增加哦比如说像啊强化电网的一个商机的一个华城 哇今天早盘很强这冲新高但是像这种股票可以追吗当然不要哦要拨让别人去拨因为毕竟这种股票你可以看到它过去从三字头三十几块一路已经拨到167.5了嘛哦那么你真的要买这三字头四字头五字头六字头七字头你这个时候买OK啊但是现在来到高档尤其高档又爆料你这个时候你去追价哦你去买这种抢这种的一个股票你当然风险会跟着增加哦 哦再来包括的一个秦城也是一样啊资讯服务的一个软体也是一样哇上礼拜好强啊但是今天开高能够追吗当然不要哦你可以看到像这种的一个股票也是从六字头一路飙涨上来嘛哦都已经飙涨一大波了嘛那飙涨一大波的一个股票除外后面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爆发力能够支撑股价持续往上如果没办法的话那种股票一开高上来有时候你去追价反而会怎么样哦 马上就被被扒下来哦所以很多事情没没嘎嘎我想这些你一定要了解你一定要知道啊哦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一些的一个让产业的一个前景仍然存有疑虑的一个公司比如说货柜山雄的一个长龙阳明望海这种股票虽然跌身了那跌身了哦当然啊大修人认为哎跌身了当然有机会做本的但是他空方架构改变了没有没有改变嘛啊没有改变像这种的一个股票 我们要不要去抢当然不要当然当然你如果说手上啊你有长龙阳明望海啊哦你可以看到这些的一个股票哇我有时候看到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所当的一个股票哇长龙阳明望海甚至啊包括的一个会洋QY啊套在高档上啊这种股票你怎么办啊大修还是老话一句啦这种股票如果你空手的这种股票哦不要碰哦不要抢就算他有反弹但是如果你手上有这种股票 反弹上来你要懂得怎么样你要懂得找卖点哦然后把资金作税有效运用转到什么转到低基期去转机成长体财的股票哦就像啊我们带着会员朋友锁定的一个这样啊这个广运哦6125这个广运自动化的一个转机网我相信你有持续锁定大修节目你也都可以帮我大修做见证哦你可以看到啊 6月1号上礼拜四的时候啊当天盘中几砂谁敢买盘中几砂我建议会员哦赶快买哦持股比例直接直接拉高到两成礼拜后马上涨停板今天持续飙涨停三天时间三天时间价值超过24%为什么他的一个表现能够这么的一个犀利啊啊第一个股价经过整理嘛啊第二个啊今年业绩要开始要往前冲嘛 哦包括的一个本业的一个接单的一个畅望啊订单排期排到的一个2024年啊而且更为怎么样更为漂亮的是什么他吸手工园院啊哦跟齐阳啊还有什么还有广运啊联手发表的一个千瓦级的一个高效运算啊双向进程末式的一个冷却技术啊这个不得了啊你要知道未来的一个AI啊啊他所需要的一个解热啊哦他的一个瓦数高达的一个700瓦 以前的一个PC只有100150瓦哦那么后来包括的一个啊的一个伺服器啊资料中心啊然后整个的一个解热需要到350瓦到500瓦那未来的一个因为随着一个AI的一个晶片啊啊的一个高的一个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未来的一个啊的一个解热啊需要高达的一个700瓦啊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谁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利基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希望帮我会员朋友掌握到 啊帮我会员朋友掌握到6月1号低阶布局哇今天啊再不要涨0板啊两三天啊超过24%100万让你可以开心赚进啊啊超过24万而且大家希望带会员朋友所买的股票一定都是名门正派有价有量的好股票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的一个广运今天会啊亮灯涨0板啊包括的一个奇阳啊也是一样啊联手啊发表的一个签瓦级的一个啊的一个联系统啊今天也同步 啊的一个亮灯的一个涨0板啊所以每等的一个股票他的一个啊他的一个上涨背后都有他的一个原因跟理由啊啊就像三月份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带会员朋友掌握到哪一档股票ASIC设计啊啊的一个龙头4000KY啊当时我买在什么地方买在930啊2月23号930开始带会员朋友锁定你可以看到现在来到多少1750块而且我破坦当我还是持多续报没有改变啦 你以为1750块哎他就涨完了吗我可以告诉你还没有当然我没有叫你去追价啊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像这样具有的一个这样包括成长题材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未来一定会跌破很多专家的眼睛啊不信各位可以拭目以待啦当然现在没叫你去追价啦那这种股票我也是希望他拉回因为有拉回哎到时候他整理过后我们又可以怎么样我们又可以再算一波嘛包括 包括4月份的一个代表做的一个啊的一个三二一哥的一个双红也是一样啊从173一日赚到293啊一张价差120块啊20兆就好20兆就让你可以赚进啊200多万啊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实战操作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啊那这种股票你说他结束了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没有破断还没有短线没比会震荡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哎破断未来的空间还有非常的旷逛包括的一个5月份的一个代表做的一个七红也是一样 哦140一路赚到215.5啊一出手买进三成啊三成赚33就好33又多少又200多万啊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让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绩效哦再到这个6月份啊起开得胜了你看先赚两根那个涨给买而且一确才刚刚开始啊哦所以像这种股票还有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都有的哦我常说是珍珠就会化工是好股就会化量啊 哦只要领先别人他就排在你后面你怎么样领先别人 这份资料拿回去你就知道了啊好球带第二波的一个主力标果完全攻略啊今天啊持续限量免会收取啊限量越来越分哦那如果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想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哦真的要赶快啊真的赶紧把车通电话啊给他拨通啊主身段的一个行情就是我的一个主场 我常说自信永远会找对的出入哦当机会来临了球来了哦就打你也可以跟着一起赚怎么样来赚 把这份的一个资料给他拿回去你就知道了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啊也欢迎各位的一个来电跟我们现场旅专人员来做一个恰群哦 收取的动作 0223219933 022329933 我们明天同学生见哦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哦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作难的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三个月 五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 四个月 三个月 来 コメント 无法